现在好像呢 政府是急着把这个大陆遗传翻覆事件 这个不利政府的舆论声浪要压下来 现在是找到了新的剑靶要来攻击吗 我们看到绿剑齐发逢卢必打 我们也在今年1月的这个大选当中 看到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是发挥了一个母鸡的角色 成功的操盘台中市抢下了立委六席 成绩非常的亮眼 是不是因为这样啊 绿营开始急咯 仿佛看到了新的蓝营霸主 已经要诞生了 对2028带来了威胁 所以呢包含最近一阵子 从选后啊过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看到了一桩又一桩的事情 绿剑不断的射来 包含了这个台中市府立杠中央卡终结这么久 还有啊台糖猪肉瘦肉筋事件 到最近呢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标售底废地事件 明明是一个算是地方政府 他们应该自制的一件事情啊 结果现在中央也要来管啊 再再的都看得出来 现在呢台中市长卢秀燕 已经成为了绿色政府头号假想敌吗 我们回过头来看到最近哦 闹得很大的这个标售底废地事件呢 请应就是台中市府要在3月初就要标售 13-14期的重华区底废地 结果呢内政部是发函来要求暂缓 理由是你在炒地啊你会带动这个房价升高 加重市民的负担 所以呢内政部是建议优先作为设宅储备用地 但是呢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怪怪的 所谓底废地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政府去重华区 他花了这么多钱 他是贷款了200多亿 然后还要背负这个利息 去规划这个重华区 那他现在重华完成了 以合理的符合行情的市价 把地卖掉还债 这都是符合法规合情合理的一桩市 结果现在被政府冠上了这个炒地炒房 这样的一个罪名 我们就看到国民党立委黄建豪 他就说呢 各县市的底废地原本就是重华之后 必须处分用来还债的土地 就是科普给大家看什么叫做底废地 他给举例了 说高雄市过去呢 甚至是炒作台积电议题 让底废地的地价大涨了三倍 卖掉 这样才叫做炒地高手吧 现在今天爆出了一个更糗的事情 说呢内政部是搬出了一个数据 说台中市府从108年到112年 这个公开的卖出这个底废地 金额是达到了1691亿元 面积超过376000平 但是这个数据居然是造假的 可能不是刻意 但是至少引用到的是错误的一个数字 因为呢实际上台中市府近五年 所标售的土地面积只有5.3万平 总金额也只有504亿元 是拿错误的数据来打脸这个卢秀燕吗 好我们看到这个黄建豪他也说了 内政部连基本的数字都搞错 明显又是一个政治零驾专业 而且台中市盖的社宅比中央政府还要多 现在到底是谁在呼吁谁呢 另一位林沛祥也说啦 林永昌你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就一直说有规划设宅但事实上没有盖过 呼吁不要换了位子就换脑袋 当时是有自家政党在撑腰 因此呢中央是处处对林都是配合的 他现在应该要仿效前嫌 多多鼓励地方而不要处处找茬 好看到了现在呢台中市地震局长 硬起来了哦 不接受这样中央的乱扣帽子哦 现在呢卖地底价一切都是依法和全国做法一致的 卖底费地来还债 这是不是只有台中市做 是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这样的惯例 他说呢从事公务四十多年来 是第一次收到政府这样的公文 难道全台湾就只有台中市在标售底费地吗 才收到中央的下条子吗 我们看到这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呢 真的是政治凌驾与专业是吗 因为看到学者这个袁赫林就说了 卢秀燕现在的高人气可以说是 已经取得了2028总统选举的门票 虽然现在还早呢 2024总统都还没有就任 也不能就定论他一定是未来的候选人 但是呢从中央还有绿营明代 都急着挑战卢秀燕 就证明了打卢可以增加自己的声量 争取曝光也是一个练兵的机会 我们要继续请教这个治愈发言人 现在看起来是这个绿箭齐发 逢卢必打 结果打到自己出包 资料引用是错误的 你认为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真的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努力 辛苦跟努力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刚选举结束 就开始准备要来选举了 他们现在呢 就是在为了2026来去做准备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他们打卢秀燕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想要来争取下一届的台中市市长 那还有哪里呢 我们的基隆也被盯上了 以及桃园张山正市长也被盯上了 在年后民进党马上就开始针对我们几位县市首长 开始进行了这个攻击还有针对 不管是基隆的这个NET的这个案件 还有我们桃园市的一个这个汉府的活动 都被民进党出动大量的网军去做攻击 去做针对 就是为了要继续来选举 继续的来去选2026的县市首长 那这样这件事情呢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很难过 因为我们其实呢 还刚结束了总统大选 我们就是希望民进党政府 在继续连任情况下 能够好好的把内政去做好 结果他们却利用内政的国家机器的资源 去攻击非自己阵营的县市首长 尤其是台中市市长的卢秀燕 他在台中之前的捷运的这个经费的案件 还有呢像这个之前的猪肉验出瘦肉精 他们却说是这个食安欠周详 实验是污染 人家在为民众的食安去把关 结果呢是 结果呢我们的内政部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却处处的刁难 还有呢这一次的标售抵费地的案件 完全就是双标事件 因为这个抵费地案件 就像是我们健豪所说 各地的抵费地本来就是重化后 必须处分用来还债土地 而且过去呢在各个县市都有出售 这个抵费地的这个案件发生 可是呢却只有台中被针对 而高雄市呢更是之前呢 利用抵费地来去炒作台积的议题 让地价飙涨三倍的案件 而民进党却从来没有叫这个发函 叫高雄市不要来出售抵费地 所以呢我们才真的觉得 民进党在对于每一个 县市大小眼的时候 难道他们没有想过 这些县市的政府的居民 这些县市政府的这些民众 其实也都是台湾人民的一部分啊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来去照顾了吗 这些针对这些攻击 都是对于这些人民非常不公平的 这些大小眼呢 也让民进党处处的来去证实 他们就是一个双标的政府 双标的政党 而我们的县市首长呢 都是在为我们的市民来去做服务 我们的县民来去做服务 却这样子处处被针对 处处被攻击 我们真的很痛心 太阳西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西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